女性到了大约45到50岁以后 由于卵巢所分泌的雌激素开始逐年下降 停经以后进入更年期 常见以下三大症状 尼亚斯建议可以配合在生活中调整饮食习惯 帮助缓解这些不适 由于停经以后雌激素不足容易有热潮红心剂的现象 建议多补充大豆义黄酮 多吃一些黄豆制品 像是豆腐 喝不绿渣的豆浆 此外可以多吃一些山药 当中富含棉质多糖品 也是制造荷蒙的主要原料 做成山药排骨汤或山药鸡汤 对于更年级妇女都是不错的选择 女性在停经以后 骨质减少的速度会加快 根据统计 国内女性在停经后 每四人就有一人罹患骨质疏松 平常不容易察觉 但可能稍微一跌倒或弯腰 就容易增加骨折的风险 建议可以多吃像是芥菜 芥兰菜 黑芝麻等富含钙质的食物 同时可以配合剑走 爬山等负重运动 帮助增加骨质密度与肌力的提升 更年期妇女体内脂肪的分布 也会受荷尔蒙影响出现变化 常见腹部脂肪增加 腹部肥胖较为明显 建议可以选择像是地瓜南瓜 来取代金汁淀粉 像是面条白米饭 而甜点像是蛋糕也要节制 才能够有效控制腰围 进而远离心血管疾病 代谢症候群的威胁 众新闻一起向这些美魔女看齐 报导